我是个土匪 最近 我成亲了 夫君赵之义温文儒雅 身体柔弱得不得了 为此 我一度小心翼翼 生怕累着他 直到某天 刚被小哥哥聊完的我 被赵之义面色铁青扛回了家 我 我成亲了 脑子一热 大腿一拍 就嫁给了身体雷弱的赵之义 冲动的结果 就是洞房花竹叶时 我独守空房 原因是赵之义被抬去了医馆 事情是这样的 赵之义为了报答我的救命之恩 想要以身相许 慎重考虑下 我犹豫不决 大哥直接给出了以下理由 第一 你俩有肌肤之亲 就下赵之义时 我顺道帮他包扎了肚子上的伤口 肌肤之亲不可避免 说实话 手感挺不错的 第二 赵之义长得多好看 将来你俩的孩子肯定特别好看 确实 赵之义是我见过最好看的男人 白白净净 五官俊朗 往内一站 就是一道美不生收的风景线 第三 哥 我嫁 没等我哥说出第三个理由 我就同意了 怎么说呢 实色性也 也算走狗屎运了 天将俊俏郎君的话 本桥段竟然发生在我的身上了 那我宋小锦是那种以貌取人的人吗 没等赵之义痊愈 我就拉着他拜堂成亲了 是的 我很急 我怀揣着一颗激动的心 双手颤抖着 想要去包赵之义的衣服 扑不及待了 实在等不及了 窈窕淑女什么的都见鬼去吧 老娘要当一个实色性也的俗人 就在我把赵之义推倒后 他竟然吐了一口血出来 我当场就惊呆了 我也没用多大劲 他怎么就不行了呢 怕有后遗症 我哥直接将人抬到了医馆 诊断结果竟然是身体雷弱 需要静养 靠 得到吃不到 这是什么人间悲剧 为了防止我狼性大发 赵之义直接在我俩的昏床 中间放了枕头 美其约遵遗嘱 静养 我笑了 被气的 老娘是那样的人吗 看不起谁呢 作为龙虎山的二当家 这点定力还是有的 当即我就表决心 放心 在你身体没养好前 明显地感觉赵之义松了一口气 这才抱着被子 缩在床边睡下 望着他宽阔的背影 我不由地惆怅 这大体格子 怎么会雷弱呢 夫君 身体不舒服时 一定要告诉我 我会保护你的 他扮上 安静如鸡 这是不信我还是睡着了 夫君 抽走碍事的枕头 我挨近赵之义 伸手环在他的腰上 趁机使了点劲 手感不错 一下 两下 三下 就在我准备摸第四下时 我为非作歹的手被擒住 黑暗中赵之义的声音有些沙哑 娘子 可嗨嗨嗨 请自重 我承认我是着急了点 但眼前人是我夫君 长得还那么好看 我纯粹是情不自禁 情不自禁 你被子掉了 我帮你找被子呢 我找了个别角理由 赵之义明显地不信 我感觉他又向床边挪了下 生怕我占他便宜 果然 狗屎运不是这么好走的 也罢 来日方长 他早晚都会是我的 与赵之义成亲没几天 我就失眠了 连续十晚 我都是从睡梦中醒来 缠醒的 惨 实在是太惨了 美男就躺在身边 看得见 摸得着 就是吃不了 哭死 为此 我差点流鼻血而亡 为了不让惨剧发生 我带着赵之义下山覆诊 大夫开了几副药 郑重嘱咐我 小郎君身体雷弱 须好生敬仰 言外之义就是 前两天白敬仰了呗 这不浪费时间了吗 我目住脸 望着他背后话陀在世的锦旗 陷入了沉思 这怕不是江湖骗子吧 出了门 我把赵之义拉至一旁 将我的疑惑告诉了他 赵之义晒笑一声 娘子多虑了 既然是名医 那你的体恤怎么还美好 嗨嗨 许说我的话太过露骨 他半赏 神情落寞 大概是从小落下的病根吧 娘子 莫不是嫌弃了 啥 我可没嫌弃 我的意思是 哎 夫君 你听我解释 赵之义从我手里接过药包 转身就走 丝毫不给我解释的机会 望着他落寞的美背 恶毒的话呢 虽然这话听起来没啥 但对男人来说 就是一种侮辱 后知后觉的 我只能陪着笑脸 拼命地解释 好在赵之义善解人意 半路上就原谅我了 由于龙虎山路途遥远 再加上哄赵之义浪费了点时间 天都黑了 我俩还没走回去 为了彰显我爱惜夫君的美德 我忍痛选了一家 看起来不错的酒楼住宿 价格真太娘贵 虽然我是土匪 但也算是有道德的土匪 只抢那些鱼肉百姓的财主 一来二去的 路过龙虎山地界的商户 逐渐地变少 我的手头也就越来越紧 好在前段时间 三当家白青抢了些宝物 这才缓解了山寨的经济危机 为了夫君的身体健康 我觉得这钱花的值 吃过晚饭后 外面灯火通明 人声鼎沸 仔细地打听后才知道 原来今日是七巧节 晚上有灯会表演 我向来喜爱热闹 自然期盼能够长长见识 在我的一番游说下 赵芝毅勉强地答应陪我去逛灯会 逛了半天 我只有一个感受 人真他娘多 花灯没看上不说 还把赵芝毅给弄丢了 想想他那雷弱的身体 我就急得想要骂娘 当初捡到赵芝毅时 他浑身是伤 醒来时只记得自己的名字 人生地不熟的 真怕他出什么意外 我疯了似的在人群中找他 突然发现璀璨的花灯下 一个戴着面具的男人正在 欺负赵芝毅 瞬间我就怒了 老娘的人也敢欺负 三步并坐两步 喝口茶的功夫 我就跑到了花灯下面 赵芝毅看见我后 脸上明显地 谎过惊慌的表情 乖乖 这得被欺负得多狠 才会流露出这种情绪 老虎不发威 当我龙虎山二当家的名号 是白叫的 助手 当即 我就从摊子上抽出一把伞 披向面具男子 没想到他 还是个练家子 三番五次地躲过了我的攻击 该说不说 这男子的武功 绝对在我之上 但奇怪的是 他与我只过了两招 就想着逃跑 与此同时 耳边传来一声哀 我转头一看 赵芝毅静倒在了地上 哪里还顾得上打架 我心惊肉跳得上前 把赵芝毅揽到怀里 你没事吧 另一只手快速地检查了全身 哪里受伤了 没事 就是 腿有点软了 赵芝毅挣扎着从我怀里坐起来 白镜的脸蛋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了 自尊心可真强 我拍了拍他的背 给予安慰 你放心 我不会嫌弃你的 并鼓励他 别人欺负你时 你要勇敢抵抗 不知是不是出现了幻觉 我觉得赵芝毅的眼神 变得有些奇怪 经此一闹 我瞬间 没得看热闹的心思 回到酒楼 里面的客人明显地增多 还好我们来得早 不然此刻 就得睡大街了 深夜 我被隔壁奇怪的声音吵醒 正郁闷时 睡在我旁边的赵芝毅 咽了一口唾沫 好家伙 原来不止我一个人睡眠浅 你也被吵醒了 奇怪的声音越来越大 并且透露着一丝怪异 吵的人实在心烦 我翻身下床 黑暗中 赵芝毅僵硬的声音响起 你干什么 我去敲门 让他们小点声 别去 为什么 嗨嗨嗨嗨嗨 我摸黑点燃了烛火 只见赵芝毅壳的满脸通红 气都上不来的那种 身体虚成这样 那大夫十有八九是江湖骗子 开的要一点用都没有 改天一定砸了他的招牌 免得他到处骗人 我帮着赵芝毅顺了背 见他情况好转 于是出门让店小二烧湖水来 出于好奇 我小心翼翼的打开隔壁的门 月光中 只见两条白花花的人影叠在一起 一瞬间 曾经偷看的春宫图 开始袭击我的大脑 卧槽 这是什么场面 水都没药 我就跑进了屋 门外 店小二骂骂咧咧的说我有病 我没管那么多 甚至有点生无可恋 我把头埋在被子里 过了好一会儿 被赵芝毅掀开 他问道 怎么了 与此同时 隔壁令人羞愧的声音 戛然而止 传来一句 门怎么开了 娘嘞 忘给人家关门了 慌乱中 我对上赵芝毅的视线 只见他瞪大眼睛 满脸的不可置信 你去 看了 哦 玉皇大帝 王母娘娘 快带我升天吧 谁能想到 那种声音是这么发出来的 早知道打死我也不会好奇心泛滥 怕他误会 我赶紧解释 不是你想的那样 哎 就是 是 是什么 我也说不出来 关键时刻 大脑空白的 像是被狗啃了似的 服了 隔天退房时 是店小二接待的我 态度亲切到令人发指 临出门时 还硬塞了一包点心给我 说是给我赔罪 赔罪 除了刚住店时 对我的态度有点嚣张 我实在是想不出他 哪里得罪我了 刚想问清楚 店小二就瘸着一条腿 逃离了我的视线 真是奇怪 昨夜我使唤他时 他的腿还是好的 昨夜我恍恍惚惚 直到天微亮才睡着 醒来时 赵志毅早就在酒楼外等着我了 这样挺好 避免尴尬 由于我手头紧 我俩只能步行上山 好在半路遇到白青 可以蹭他的马车坐 不然以赵志毅的体格 还没到山上 就又要不行了 夫君不行 连累的是我 成亲数日 手工杀还在 虽然大家当面不说 但背地里没少嘲笑我 说我连的男人都搞不定 就连三当家白青 都三番五次的暗示我 让我把赵志毅除掉 选择他 白青是我哥前几年带回山寨的 为人激情很辣 很受大家崇拜 我一直都把他当弟弟看待 没想到他却对我存了心思 所以 他一直看赵志毅不爽 就如此刻 白青左一句小白脸 又一句娘们儿唧唧 还时不时地来个动作挑衅 好在赵志毅大度 并不理睬 一路上倒也相安无事 但我万万没想到 这白青居然勾引我 还好巧不巧地被赵志毅撞减 然后我就被他扛了回去 体弱的男人果然激不得 赵志毅扛了我面不改色地回了屋 他把我扔到床上 居高临下 脸色铁青地看着我 好看吗 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赵志毅不体虚了 换句话说 我可以和他入洞房了 宋小锦 一声怒吼 将我拉回现实 此刻的我既兴奋 又有点害怕 赵志毅咬着后槽牙说道 你知不知道你已经成亲了 所以 换句话说 我俩可以洞房了 我欢快地挣扎了几下 勉强地摆好姿势 笑着对他抛了个媚眼 我准备好了 赵志毅愣 准备什么 洞房 赵志毅双甲染上一层红蕴 我乘胜追击 双手攀上他的脖子 在他耳边滴雨 既然夫君的身体已经养好 那我们就把洞房花竹补上吧 赵志毅身体一僵 轻生地咳了几下 尚未养好 娘子你能不能先放开我 我皱眉 没养好 那你还扛着我走 赵志毅画风一转 冷笑道 你说呢 进而危险地看着我 白青好看吗 我黑黑一笑 哪有夫君好看 空气中我俩四目相对 周围的气氛逐渐地变得暧昧起来 一道电流 将我击穿 心跳陡然加速 勃勃生机 下一刻 我缓缓逼近 你是我的了 赵志毅抬手勾住我的脖子 拽住领口一扯 将我拉近他 心圆一马石 一阵天旋地转 待我反应过来后 已经被赵志毅扔在床上 他的唇贴近我的耳廓 滚烫的鼻息 带动我的发丝 希望你不要后悔 我音音出声 不后悔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话不要说太早 否则容易打脸 呜呜 我被打脸了 练功都没这么累过 昏暗的房间内 我坐在床边 将刚拧出来的汗金 附在赵志毅的额头上 他发烧了 就在我俩即将接吻时 他突然浑身瘫软 意识涣散 仔细地查看后 才知道他发烧了 为了给他降温 短短一柱箱内 我已经换了好几盆水 总算摸着没那么烫了 趴在床边 我不禁感叹 身体真坦娘弱 梦中 我干涸的嘴唇得到了滋润 口感软糯 一夜好梦 我醒来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 躺在床上 身上盖着被子 赵志毅不见踪迹 看来是烧退了 怕他有意外 于是我穿好衣服 准备去寻他 按照他以往经常去的地方 通通地寻了一遍 最后才发现 赵志毅在后山 这里是我救他的地方 很偏僻 但却是我经常来的地方 他身边还站了一个人 看着有点眼熟 在我不小心踩断一根树之后 那人慌慌张张地 往赵志毅手里塞了张纸条 然后跑了 虽然不明显 但架不住我视力好 他俩这是有秘密 我耐着性子等 赵志毅给我个说法 过了半晌 赵志毅转过身 倾壳两声 昨晚睡得好吗 我无语地望青天 这有点明知故问的嫌疑了呀 跟我演示吧 来吧 谁怕谁 我反问了回去 你呢 一时间空气有点安静 我看见赵志毅眉头皱了一下 还行 说实话 我有点看不懂这些男人了 被我撞破了秘密 他都不打算解释一下吗 淡定得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我抬眸 撞上赵志毅的视线 赵志毅眼神躲闪 只一顺便移开了目光 我已退为进 脸上挂上贤惠的笑容 夫君 累了吧 我们回屋吧 赵志毅微笑着拉起我的手 嗓音温柔道 好 我们回屋 真能装 趁着赵志毅转身的空当 我往他的茶杯里放了点迷药 夫君 喝茶 赵志毅看着我递过来的茶杯 伸出了手 顿了一下 目光变得灰暗不明 下一刻 他接过杯子一眼而光 多谢娘子 娘子我好困 娘子我要睡了 迷药的效果 啥时候变得这么好了 难道是加了茶水的原因 思来想去 很有可能是他体恤的原因 我在心里暗暗的盘算 下次再给人下迷药时 一定得配点茶叶 说不定效果会更佳 我熟练地解开赵志毅的外衣 并在他的内衬里摸索了半天 纸条没摸到 不过手感真不错 一块 两块 三块 足足八块腹肌 可惜他的身体很虚 眼泪不争气地从嘴角流了下来 嗨嗨 回归正题 既然纸条不在他身上 有没有可能被他吞到了肚里 很快的我就在他的嘴角边 找到了一丝可能性 真他娘变态 为了揭穿他的秘密 我每天寸步不离地贴身伺候 早晨 我 夫君 你要去解手吗 赵志毅 不要 中午 我 夫君 你要去解手吗 赵志毅 不 晚上 我 夫君 赵志毅情绪有点激动 打断了我 我不解手 我 我想问你 睡左边还是 右边 既然明的不行 那就来按的 我每天守株待兔地跟在他的身后 可还没查出来什么 山寨就发生了一件大事 几个资历老的手下 跟着白青干了几票打的 开始嫌弃我哥的不作为 想要让我哥退位让险 现如今局势紧张 想要稳固地位 必须得人多 于是我又乘着夜色 去中一堂找帮手 还没走近 就听到里面的说话声 现在我就去宰了 宋大狼两兄妹 以绝后患 多来几刀 以防万一 别忘了还有那个病秧子 一病解决了 最后说话的竟然是白青 我万万没想到 他会为了债主之位 想要我和我哥的命 擦 一群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当初若不是被我哥收留 他们早就饿死了 惊奋之余 我不小心撞翻了身后的火把 哦吼 被他们发现了 真探娘倒霉 我拼死抵抗冲出重围 此时 山寨火光冲天 已然变成了一片火海 趁乱我折返回屋 赵志义不知所踪 心中顿时生出不好的念头 莫不是他已经惨遭毒手 就在我打算为他报仇时 我看见赵志义扛着我哥 自由穿梭在人群中 手中的剑被他耍得虎虎声微 伸手敏捷 剑步如飞 哪里有身体雷弱的样子 我一时有些猛 他终究有问题 不枉我怀疑他 可是我后面怎么面对他 恍惚间耳边擦过一把剑 接着身后传来一声惨叫 我抬头撞上赵志义的双眸 只见他神情紧张 用力地朝我喊道 小景 快过来 毫不犹豫的 我奔向了他 至少目前他的心还是向着我的 他们人数众多 我们根本不是对手 赵志义带着我逃到了后山 身后山匪紧追不舍 开始放起了暗箭 眼看着箭矢越来越多 我下意识地扑倒了赵志义 一个翻转 赵志义抱着我 连带着我哥滚入了山溅中 河水冰冷刺骨 再加上我不会游泳 很快地我就陷入了昏迷 醒来后 发现我躺在一个陌生的屋子里 刚要下床 一个小姑娘快速地从门外进来 欣喜地望着我道 夫人 您终于醒了 我去告诉大人 我抓住他的衣服 盲问道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 身穿白衣的年轻男子 还有灰衣中年男子 他们和我一起的 您是说赵大人和宋郎君吗 宋郎君安康 是赵大人把您就回来的 我抓住他话里的重点 什么赵大人 小姑娘一脸崇拜 当然是锦衣卫指挥 签示赵志义赵大人 我想过他有许多身份 却没想过他竟然是锦衣卫 听说这类人心狠手辣 手段极其残忍 专办皇帝清病的案件 莫不是龙虎山惹上皇家的官司 我顿时细思极恐 定是白青带回来的宝物有问题 那些宝物我曾见过 大部分是真金白银 你哪里不舒服 赵志义逆着光向我走来 一具温柔的关心 将我从思绪中拉回来 待看清后 才发现赵志义穿着飞鱼服 宽肩窄腰 长身玉立 别说这衣服还挺显身材 咕咚 我咽了一口唾沫 是被馋的 我别过头不去看他 赵志义大概觉得愧疚 对不起 情非得已 不得而为 我一听顿时来了火 和我成亲 难道也是情非得已吗 但碍于身份 我不敢放肆 我怕他把我给噶了 我慌得手心都冒汗了 但面上一脸淡定 小心翼翼地拉来被子戴在身上 此时 屋里就剩我俩 他站着 我躺着 静默半上 一阵细细缩缩的声音传来 我转头 赵志义已经脱掉了外袍 只剩下有些透明的泄衣泄裤 擦 不守难得 这画面是我能看的吗 湿胶的瞳孔顿时凌乱 我捂住顶峰作案 怦怦狂跳的心脏 隐隐地觉得 鼻子下有些湿润 紧接着 赵志义贴了上来 先背 盖背 动作一气呵成 我被赵志义抱进怀里 他的唇靠近我的耳边 温柔说道 别害怕 在你面前 我只是你的夫君 让我抱抱 有了他的保证 我大着胆子挣扎了一下 他的手隔着衣服 轻轻一按 苏麻瞬间传遍全身 我人没了 赵志义轻笑一声 夫人 原来你的心跳这样快 靠 流氓 原来他是这样的人 看来前段时间 备受煎熬的不止我一个 你为什么骗我 赵志义紧紧地抱着我 在我耳边满是疲惫 且十分温柔道 陪我睡一会儿吧 等时机成熟 我会告诉你想知道的一切 十一再次醒来 已经是晚上了 赵志义早已不在 我拿着一盏灯笼出了门 看着星星的位置 我判断出大概的时间 此时正值此时 空旷的院子里 只有正前方的屋子里亮着灯 穿过长廊 我行至门前 里面的说话声戛然而止 然后我就被人一把 拉到了屋里 余光一扫 哟 这屋里美男真多 那边那个白衣美男 看着好眼熟 经过他的身边时 我闻到一股药味 我猛然想起 这不就是给赵志义 看病的江湖骗子吗 显然他也认出了我 对着我笑了一下 呵 不愿搭理他 赵志义拉着我坐在一边 他们继续侃侃而谈 从他们的谈话中 我大概拼凑出事情的原委 原来朝廷丢了一批军饷 此事牵连甚广 为了不动摇军心 皇上将此案 全权交给锦衣卫 献期彻查 查来查去 这批军饷 竟然换了个身份 对白卿劫了去 赵志义为了追溯 响赢的下落 于是假装失忆 与我成亲 本来还挺顺利 没想到我们会窝离返 打乱了他的收尾计划 离开那天 山寨湿了火 不知现在怎么样了 大概是 察觉到我的异样 赵志义拍拍我的手 已是安抚 然后换了声 骆宁 半嗓门被推开 一道灵力的身影 映入眼帘 禀告大人 嫌犯已捉拿归案 但想引尚未追回 忧吼 又一个眼熟的 灯会上的面具男 原来他们都是一伙的 嗨 我早该想到的 给赵志义传纸条的也是他 这人见眉心目 英姿飒爽 看起来挺不错的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美男的身边都是美男 嘿嘿 古人成不起我 突然 我意识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赵志义会不会喜欢男人 要不他每次都拒绝我 我的目光开始在他俩身上 来回地打转 赵志义宽肩窄腰 长身玉立 但长相阴柔 骆宁长相颇具阳刚之气 但身高矮了点 嘖嘖 想想就觉得刺激 就这样 他们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 结束了会议 小景 注意脚下 想什么呢 大概见我走神 临出门前 赵志义好心地提醒了我一下 我想都没想 就脱口而出 在想你是不是喜欢男人 说完 我就愣住了 空气一时有点安静 赵志义脸色铁青地看过来 我俩四目相对 我赶紧找不到 我说我有病 你信吗 赵志义把将我扛在肩上 你说呢 他声音中的愤怒显而易见 完了 他这是气狠了 我不自觉地缩了缩脖子 我还来不及和美男们道别 就被赵志义扛回了屋 我如带宰的羔羊 趴在赵志义的肩头一动不动 这画面似曾相识啊 莫非要这么刺激吗 咚的一声 我就被赵志义扔在床上 我笑得一脸淡定 夫君 有话好好说 赵志义粗鲁地脱掉鞋子 显然他不想跟我说话 我笑得有点慌张 夫君 君子动口不动手 赵志义更加粗鲁地脱掉外衣 我知道我逃不掉了 我笑出了眼泪 夫君 我害怕 赵志义停下动作 望着我 眼神有一次心疼 我乘胜追击 委屈地叫道 夫君 雨吊拐了好几个弯 赵志义眼睛装满了心疼 他抬手扶上我的眼角 轻轻地擦掉眼泪 赵志义躺在我的旁边 扣住我的腰 轻声地说道 你放心 山寨的大火被扑灭了 山寨没事 赵志义既不是体虚 也没有龙羊之好 总结 赵志义真的不行 接下来的几天我很闲 每天除了嗑瓜子 就是晒太阳 赵志义却忙得成婚颠倒 虽然案子破了 但想一没有追回来 龙虎山一手难攻 赵志义碰了几次壁后 开始按兵不动 但距离交差的日子 也越来越近 我知道一个秘密通道 大厅里 几个美男眉头紧簇 听到我的话后 眉头立即舒展 不行 只有赵志义反对 他让我画了个地图出来 乖乖地待在家里 等我回来 可我这人比较叛逆 喜欢跟人反着来 半道上他看见我后 脸上的表情千变万化 最终叹了一口气默认了 我大不留心地向前走去 一转头 发现赵志义没跟上来 还不走 远远的 我发现赵志义 好像有点无可奈何 骆宁经过我身边 小声地提醒我 没有谁 潜伏是这样走的 我小步地跟在赵志义后面 穿过密林 跟紧我 赵志义对我使了个眼色 我便离他更近了点 士兵悄无声息地 包围了整个山寨 几日不见 山寨竟看不到 一点火烧的痕迹 远远地望去 围墙上的 巡逻一个 接一个地倒了下去 没想到动作还挺快 我一脸赞许 回头看了看赵志义 他察觉到我的目光 挑眉 怎么了 我道 你长得真好看 离这里不远的骆宁 突然亮枪了一下 看我的眼神复杂了许多 白青被抓了 连带着一众我认识的人 看见赵志义后 他变得面目猙獰 没想到你藏得这么深 当初就不该留你 赵志义手扶袖春刀 轻蔑地笑了笑 多谢手下留情 大概是觉得挣扎无望 白青一脸死灰 被押走前 眼里满含深情 小景 你还好吗 难道当初想要杀我的不是他 装什么孙子 我对上他的目光 演戏是吧 我奉陪到底 我晚上赵志义的胳膊 弯唇浅笑 托你的福 我现在好得很 然后将目光温柔地 落在我的小腹上 很快我就要做母亲了 演戏谁不会 大概是 没想到我口出惊人 在场的大家都陷入了沉默 赵志义笑了一下 寒情默默地看着我 话却是对着白青说的 孩子的满月酒就不请你了 毕竟你比较晦气 随后又加了一句 娘子 你觉得维夫这个决定如何 我点头 甚好 夫君真棒 白青灰白的脸蛋更加黑了 不得不说 赵志义在弃人这方面颇有心得 丢失的君想被如数地找回 皇上讲法分明 赵志义被升为锦衣卫指挥同志 事业 我借着烛火的亮光 津津有味地看着画本子 赵志义突然伸手递给我一张请帖 下个月初六 是洛宁孩儿的满月宴 到时记得提醒维夫 我抬起头 有些吃惊地看着 卧槽 洛宁都有孩子了 赵志义拧眉 好好说话 我突然觉得画本子不香了 为什么没人告诉我 烛火闪烁了一下 赵志义的脸变得十分晦暗 告诉你什么 突然 赵志义的脸慢慢地靠近 神经兮兮的 娘子 你是不是忘了一件事 我皱眉 有吗 赵志义 我们孩子的满月宴 空气中温度陡然上升 丝丝暧昧至浅间 下一刻 我猛地欺身上前 淡淡地说道 你终于醒了 赵志义眼角一抽 伸手扣住我的脖子 为夫一直很行 这嘴硬的男人 事实证明 赵志义确实很行 我留下了悔恨的泪水 今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 微风拂过 几片花瓣夹杂着清香 随着车帘的落下 飘进了马车 缓缓地落在赵志义的袖袍上 我伸手挡落花瓣 不知大嫂怎么样了 赵志义安慰道 你放心 你大哥找了几个有经验的稳婆 不会有事的 到了山寨 我嫂子生了一堆龙凤胎 从大哥怀里 接过龙凤胎中的一个 我让赵志义猜一下男女 他笑着又从我怀里接过 说话十分温柔 来 让姑父抱抱 别累着你姑姑了 我看了赵志义一眼 无奈地摸了摸龙起的肚子 微风轻轻地吹过 一片片花瓣落了下来 翻爱男主篇 又是寻常的一天 从宫里接到秘址后 我马不停蹄地赶回三法司 事态紧急 于是我带着手下连夜彻查 熬了一个晚上 总算有点眉目 查案的路上 我经过一片湖泊 原本想着再次小气一下 没想到平静的湖面 突然泛起涟漪 紧接着从水面冒出一个人头 我挑了一棵隐蔽的大树 躲在上面 细看之下 才发现是个姑娘 她竟然在湖里跳起了舞 我形容不出我的感觉 心跳加速 口干舌燥 又或者欣喜若狂 在她走上按甩起头发的那一刻起 我知道我完了 冰冷了21年的心 此刻疯狂地想要得到温暖 我派人偷偷地打听她 原来她是龙虎山的二当家 恰巧龙虎山又跟此次案件有所牵连 庆幸的是她不曾参与此事 于是我连夜重新制定计划 为的就是去接近她 所有人都被我的新计划惊呆了 连洛宁都忍不住吐槽 多此一举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 你不懂 新计划破案周期较长 于是我又厚着脸皮 向皇上多要了几天 挺没面子的 可我甘之如疑 终于要见到她了 踩好点后 我故意从山上摔到她的面前 故意装成伤众的模样 想要引起她的注意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 她把我扛回了家 亲自为我治疗 我以救命之恩为由 提出了以身相许的要求 可是她拒绝了 后来我使了点手段 终于 她嫁给我了 我的小景 是多么美好的人啊 我恨不能将她揉进我的骨血 慢慢地品尝 但是 我必须得按计划进行 于是洞房花竹叶时 我故意吐了一口血出来 让他们以为我身体雷弱 在这个结果眼上 我身上开一把油 当真是喜欢我了 下山覆诊的时候 她比我还兴奋 当得知诊断结果时 她居然怀疑卓远的身份 这让我有点吃惊 我的小景怎么会这么机灵 为了隐藏身份 我笑着否定了她 没想到她居然说出了 另一个原因 整得我哭笑不得 她却误会我生气了 一个劲儿地哄我 若不是还有任务 真想听着她的声音 直到天荒地老 半夜睡得正香时 我俩被隔壁传来的声音吵醒 我阻止她去敲门 她问我为什么 一时间我竟无言以对 为了掩饰尴尬 我假装咳嗽 不过最终 她还是去打探了一下 这一晚真够尴尬的 第二天凌晨 我做了一件非常冲动的事 我把店小二的腿给打断了 谁叫她对我的小景 骂骂咧咧的 原来和喜欢的人一起散步 是这么有趣的事 如果没有外人的话 会更有趣 我讨厌白青 早晚有一天让她消失 我的小景她竟然花痴地 看别的男人 我气疯了 一度忘了自己的伪装 等我意识到时 差点亲手撕破了我的伪装 我一边沉溺在温柔乡 一边克制自己的欲望 最终理智站了上线 我耍了个小把戏 让她误以为我发烧了 她整整地照顾了我一个晚上 我贪婪地 看着睡着厚的她 真想把她藏起来 我的小景又怀疑我了 呜 她怎么舍得给我下迷药 算了 还是配合吧 我的身份提前暴露了 我要怎么面对我的小景 我小景居然怕我 很伤心 我的小景居然怀疑我喜欢男人 我生气了 可是她的身体还很虚弱 我的气没生起来 我的小景终于 完完全全地属于我了 我的小景竟然要做母亲了 我要做父亲了 真好 晚安